我们下一位发言者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高建先生 高建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老战士 随后发言的是陈丽群女士 请做准备 有请高建先生 这里呢 现在是早晨三点半了 所以呢 本来要 好几个人都要参加这个会的 但是那个时间呢 太晚了 可能那个澳纽地区只有我一个人参加了 我简单讲几句 就是 毛尔本的成立的一个 汉藏文化交流协会 已经坚持了十几年了 每年呢 都为就是这样 积极参加 汉藏文化交流的 就是一个 杰出人士颁奖 这个活动呢 已经坚持了十年了 原来呢 只有五个人 现在的话呢 因为这个活动 一直坚持到今天的话呢 很多年轻人参与进来 他们 由于我们的活动 由于我们的影响 他们呢 参加了很多 汉藏文化的一些活动 包括那样 藏人的一些活动 包括到达兰萨拉去 他们深深地被 就是这样 藏族文化 被那个尊者达兰喇嘛 所感动 所以我呢 我已经 现在已经七十岁了 但是呢 我 只要我们 能 尽量做一些 利所能及的事情 让一些 年轻人 知道 尊者达兰喇嘛 知道 藏传佛教 知道藏人 让 汉人 对共产党 所有的宣传 让他们破灭 我们这个活动 一定会坚持下去 而且我相信 就是这样 我们已经坚持了 十一年了嘛 我相信 就是这样 我们一年 一定为 就是这样 汉藏 的文化交流 做出 把自己的经历 全部投入进去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高教育先生